何蓉琴着一抹笑,走到徐炎玉身边,炎玉,你以前的事情我不介意,若黄爷爷没有赐婚,我也不愿多管闲事,但既已赐婚,你徐炎玉便是我何蓉的夫婿,你若要纳戒也不是不可以,一朝规矩来,我也不是容不下,但这等没规矩的事情以后,最好还是少发生,否则传入了黄爷爷的耳中,还以为我们在抹黑黄家的颜面,徐炎玉心中冷笑, 何蓉这个皇室异类,此刻竟然讲起了规矩,这些年走南闯北,何蓉这等女子当真少见,却不知自己怎么倒了八辈子的霉,被她看上,只是她说的还算有些道理,毕竟现在她已经被路易逼到明处,恩帝里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要想不暴露,就得守着明处的规矩办事,县主说的是,言欲多谢县主大度,何蓉这才露出笑脸,冲着侍女挥挥手, 侍女转身离去,不大一会,带着老宝回来了,何蓉是一侍女掏出一打银票,递到老宝手上,妙然姑娘毕竟伺候过我们家公子一场,总不好亏待了她,这些银子一部分是她的赎生钱,一部分做她的嫁妆,让她安安心心的嫁了吧,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妥,老宝抖着身子收下了银票,牛家替貌然谢过县主赏,去吧, 刚刚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再看到,不会了,不会了,老宝掺掺微微的拱着身子,头也没敢抬得退了出去,关上门之后,抹了一把头上的汗,简直太刺激了,他们楼里的姑娘,竟然还能同信主抢人,这心情,当下也孤不得满头的汗,直奔妙然的房间,妙然被一个书生救了上来, 此刻正在房间里休息,见到老宝进来,也没什么反应,老宝叹了一口气,挨着妙然坐下,语重心长的说道,妙然,妈妈跟你说句推心置腹的话,男人,都是一个德行,尤其是欢场中的男人,哪个不是新欢旧爱,左右逢源,而且徐公子那是什么人,现在又得皇上赐婚,和荣县主又是个荣不吓人的,听妈妈的话,忘了她吧,妙然的眼睛, 已经转了转,直愣愣的看着老宝,眼泪顺着脸颊躺了下来,妈妈,难道我就这么等着她也不行吗,老宝摇摇头,将手中的银票递了过去,这些是县主给的,妈妈我也不是狠心的人,这些年徐公子给的银子,早就够给你赎身了,这些你全拿去,说吧,看妙然脸上还有不甘,狠狠心说道,就算你不想嫁人,这碗花楼你也带不下去了,像你这般 自色的女子,流落在外,是什么下场你能想得到,况且你若不嫁人,你能不能活着走出万花楼还尚未可知,今日县主在大庭广众之下,说的那些话,便不会轻易反悔,听妈妈的劝,嫁人去吧,那个王书生,对你情深意重,总比给人做怯强, 妙然闭上眼睛,一脸绝望,妈妈,你出去吧,让我一个人静一静,那我让小贺进来,你最好打消寻死的念头,就算死你也不能死在万花楼,老宝恨铁不成钢地甩下一句,摔门而出,而妙然闹了这么一出,今夏也没心情吃饭,何蓉更是不欲待下去,刚下散伙,各回各家,今夏围观了近似一出闹剧的自杀,妙然匆匆定下的婚事, 又想起红豆的执拗,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,靠在陆一的肩膀上,闷闷不乐,陆一伸手搂住今夏,怎么了,没什么,就是觉得有些事情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去概括,陆一摸摸摸今夏的头,难得你看得明白,这世间知识本就非黑即白,今夏将头埋进陆一的怀里,但想才开口,我只是有些感慨,其实我挺同情和荣宪主的, 喜欢上学于那么一个人,陆一只觉得胸前一片温热,心里一片柔软,他不管外边风风雨雨,只要胸前这个小人而安好,他的世界便是一片晴天,安抚般的拍着今夏的后背,你不必同情他,你可别忘了,能做出那种大逆不到知识,只是降了爵位,还能得皇帝赐婚,可不是单单靠着长公主的面子, 他本身就不简单,今夏听他熟人的语气,突然抬起头,你和荣宪主很熟,陆一挑眉,他怎么觉得这语气很酸呢,一低头,果然看见今夏在磨牙,那么样恨不得冲上来咬他一口,看得陆一乐,一把将人搂进怀里,揉搓了一番才放开,大人,陆一看今夏怒了,急忙顺忙,开口说道, 我和他年少的时候就认识了,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,倒是只是能说得上话而已,今夏直勾勾的看着他,似乎在思考这话的真实性,陆一倒是大大方方的任他看,眼含温情,清澈动人,半想,今夏伴下阵来,哼,勉强相信你一回,陆一哈哈一笑,将人搂进怀里,不过陆一倒没说假话,可也没说全乎,当初他与何荣在宫里相遇, 那时候他跌正的成宠,皇帝还打算将他与何荣赐婚,何荣也曾对他动过心思,那个时候他出入锦衣卫,一身杀气,有一次差点杀了何荣,那次之后何荣见他都是绕着走,赐婚之事也不了了之,这些曲折路易自然不会傻乎乎的说出来,否则某人打翻了粗坛子,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,搬了驿馆,两个人下车,正好遇见曾服进了驿馆, 惊吓眼睛一亮,大人,你们曾服了吗?曾服?陆一愣了一下,才想起惊吓说的事情,有些无奈,他没事八卦下属的私事,好吗?